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双双录取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这两位小朋友能够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能够录取 那么可以说他们的家长一定是付诸了很大的努力 那么他们的家长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个双胞胎姐妹的妈妈麦迪女士来到我们的会客厅 这三位女士坐在一起像三个姊妹花儿一样 根本不像妈妈和女儿 那么我们不说别的 那麦迪女士你是平常怎么样培养这两个孩子的 你是是不是一直 你本人是不是就是从事的演艺工作 而孩子自然的就继承了你的这个细胞呢 我自己倒没有 但是我自己的妈妈以前是演员来的 所以我也没有刻意啊 只是他们小时候就会带他们去上很多课 跟咱们其他的华人家长一样 上很多课音乐课啦 还有舞蹈课啦 好 说到这儿他们是社区中心的游泳教练救生员 我们的这个导演好像还拍到了他们两位到我们的社区中心去当教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好 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小短片来看一看他们的这方面的特异技能 这里是泛美运动中心 我16岁就在这里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一年半了 我还经常去其他的社区中心 就当游泳教练还有救生员 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又能锻炼还能准备花钱 拜拜 我是李元琴 我今年18岁 在两年前我就在这里能工作 我当救生员还当老师 我第一次教课的时候就教了三个大人 特别特别的挑战 但是从中我也觉得学到了特别多 就跟我的未来没有什么关联 可是其实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像是怎么教小朋友 怎么教大人 怎么跟大家说话相处 是不是还专门要考一个牌照 一个牌照 所有的都要正照 好像每两年都得考一次 对 我发现这个麦迪 你的这两个女儿 她们好像是很独立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独立的能力是很强的 你这个妈妈是不是不是特别呵护她们 特别护养的 那倒不是 我其实挺呵护她们的 但是终归是太累了 要管两个孩子 所以我就希望她们早一点独立 那所以一满16岁 就马上让她们去学开车 那说到这个两位小朋友 没有她们的这个 考北京电影学院将来走上演艺圈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知道很多华人家长 都是要培养自己的孩子 去学钢琴啊 学唱歌啊 一种乐器啊等等很多 但是她们的目的呢 都是仅仅希望是为了培养孩子的 这个一方面的技能 一个素质 陶冶情操的 那这两位小朋友 她们不仅这个陶冶了情操 而且呢 现在要可能走上专业的 这个演员的道路 那你在中国人的这个脑海当中 好像跟他们这个 本来他们的学业也都不错 你觉得让她去学表演 有没有一种好像 埋没了他们自己的这个 其他方面的技能 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但是呢 我想我们 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啊 移民一代 出国的初衷 我想可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会说我是为了孩子的自由出来的 那既然是打着这个旗号 到孩子真的问你要自由的时候 你就不给了吗 对吧 这个事情我也纠结过 但是我现在就是决定 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看他们怎么选 尊重他们的意愿 对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 青春就这么不太长的时光 我觉得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说没有这么大不了的 那么我看到一种现象 两位小美女 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的这个消息 发出了之后呢 我们本地的很多网站 也都刊登了他们的消息 那我们知道下面的很多评论 我们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都看到了 有的评价呢是非常负面的 就是认为 当然也有很多是在鼓励的 说是他们非常漂亮 很适合当演员 但也有一个评价 毁了将来到了中国的娱乐圈当中 有可能被各种负面的 比如我们知道在演艺圈里 有很多负面的 什么潜规则呀 什么等等啊这些 那作为妈妈来说 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担心 有 有担心 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 只不过演艺圈是一个 特别被曝光的一个行业 你就觉得真的就是 经常能看到这些新闻 因为它就是一个这样 就是给大家看的这个职业 那其实其他行业里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应该每一个行业都越来越professional 越来越专业化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做的好 不用去担心 我觉得可以远离这些东西的同时 还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妈妈对孩子们真是非常有爱心 也相信他们自己的选择 那平常你们的母女关系处得怎么样 你跟他们是这个经常教训他们 这个去指责他们 还是说经常的跟他们只是交心的那种 交心呢 应该是在他们青少年青春期之前呢 小孩子他是很愿意听你讲话的 然后那时候的孩子 那个年龄的孩子对家长有一种崇拜 所以要抓紧那个时间去跟他们讲 那时候把该讲的都讲过了 然后等到他青春期反叛的时候 他就看不上你了 但是没关系 你该讲的已经进入到他的脑子里了 所以他知道 我特别相信他们 知道该做什么 知道不该做什么 那你就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已经不听你讲的那么多了 他不在你跟前 会跟你说说 妈妈我爱你啊等等的这些 会了 但是这两位小女孩 对你还是充满了崇敬和情感 有感情的 我们这个母亲节马上也快到了 我想让你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看一看孩子们对自己的母亲的一个感受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母亲节快到了 母亲节快乐 我妈妈 我平常都觉得她有点烦 不过其实我妈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她是家长里面有点不同的 就是她一直都会支持我们两个人 去做我们特别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表演啊 她不会像跟其他的同学的父母一样 不会支持我 然后说一定要去学数学 一定要去学那个功课理科 然后从小就送我们去跳舞啊 唱歌啊表演啊 所以她还是挺好的 祝福嘛 因为从小她就一直把心思都花到我们身上 所以 没事吧 当我上学了 可以找回自己的心 对啊 我就说 你没有生命 对啊 我就说 你没有生命 然后我说对啊 我就是没有生命 所以等我去上大学了 希望你会好好出去玩玩啊 然后旅游啊 就不用再担心我们了 平常她的这方面 会不会在你的面前给你表现出来 不会 不会 看看 平常都是同墙铁壁 是吗 对 那心里还是对你充满了这种 母爱的这样的一个 还是挺高兴的 崇敬的这个心情 好 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不要我了 到了半天还是要我的 放心吧 他们肯定会要紧的 那么说到这两位小朋友啊 你们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录取了 但是好像你们同时因为学业都非常的出色 还有其他的选择是吗 有约克大学的双语 Glendon Campus Glendon Campus的双语 英法双语 国际关系 然后还有Western 还有UFT 多伦多大学的 这些都是学那个国际关系的 所以 也都给你发了录取通知书了 对 哇 你现在都是这些名校 本地的名校 再加上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的海外学生第一名 哇 那 袁晴呢 我是现在已经被Carleton 是奥特瓦的学校 还有Concordia 是一个Montreal的 对 是Montreal的 然后呢学的是电影制作方面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你们什么时候必须要做出决定 要去北京电影学院 还是不去北京电影学院 6月1号 这里的大学就要做一个决定 哦 还有就是6月1号必须要做加拿大的这个学校的决定 现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 是吧 有没有想过一定 就是现在是不是基本上比较确定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了 或者说是一个去北京电影学院 一个留在本地读 还可以照顾妈妈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 都有可能吧 嗯 但是我是一开始是最喜欢 最想去Western 对 因为听说就是那里面的电影专业特别好 西洋大陆大学 嗯 对 然后去完北电影以后 发现真的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院 然后去那里应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去北京电影学院 嗯 你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可能性更大 嗯 那魏美袁冰呢 嗯 是当外交官去学国际关系 还是去北京电影学院作为海外学生的第一名 去上北京电影学院 多么好的一个关怀 那如果您作为母亲来说 你会给她们参考什么样的意见呢 嗯 尊重她的内心吧 尊重她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面最爱的是表演 但她为什么当时就是当时报考的时候 为什么会就是在Toronto都没有报任何表演的东西呢 因为她们就想既然留在多伦多 我们就不学表演了 因为我们当演员就是就是说要中文要讲不好的话 就溃为一个好演员 嗯 那么在这边呢就想学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像她学电影制作和元宾学这个国际关系 其实都是比较符合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的那种观念 比较安全比较稳定的这种职业 但是我知道她们内心想什么 所以我随她们内心 嗯 但是你基本上能够比较确定她们可能做什么选择 一个确定一个不确定 哦 也就是说 这个人情我确定她 肯定要去北京电影学院 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说 只要你上完我们表演戏的课 你不愿意去上导演戏的课 去听课 所以她很高兴 哇 但是元宾呢 我不太确定她的想法 嗯 这么好的条件 但是我希望她跟着她的心走 而不要跟着 不要跟着 外界的舆论 传统的东西 或者说太跟着责任而走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个 不管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们相信你们这两位小朋友 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孩 在未来呢都会有非常美好的前景 祝愿你们能够在事业上和生活上 都能够越飞越高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 我请这两位小朋友 给我们CCC TV国际电视的观众 每人都说一句话好不好 好 先来 我先来 好 元宾 CCC TV 国际电视台 国际电视台的观众们 不管我以后会选择哪条路 我都会 尽我的权利 然后也不会 就是后悔我做的每一个选择 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 谢谢 好 言情 CCC TV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我非常喜欢表演 我会很努力地去学 很努力地当一名好演员 嗯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呢 大家收看的是我们 CCC TV国际电视台的谈话节目 说东到西 那么在这呢 非常感谢我们李元斌 李元晴 还有他妈妈麦迪 以及著名的表演系教授 许荣英老师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跟大家一起进行访谈 我们在这呢 再次祝愿李元斌和李元晴 在未来能够有美好的发展 好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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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